解放军在柬埔寨参加联合军演的时候公然遛狗 美国人震怒中国没有道德 所以我们遛的是什么狗竟然让美国人如此的愤怒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那最近我国解放军在柬埔寨遛狗 美国政府直接震怒 声称中国人违反道德 所以解放军遛狗 遛的是什么狗呢 答案就是战斗机械狗 使用战斗机器人替代人类上战场 是当今世界所有军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中国美国俄罗斯 这些站在世界一线的国家都在主动研发这种武器 其中俄罗斯是在三国中走得最远的一个 早在训练战争中 俄罗斯就已经组建了试验性战斗机器人部队 一整个试都是由无人机操作手和战斗机器人构成的 只可惜俄罗斯的电子信息能力不行 无法赋予战斗机器人抗干扰能力 一旦遭到信号干扰 俄罗斯的机器人就变成了废物 而如果不想让机器人变成废物 就只能学二战时期的哥利亚机器人搞有限遥控 而有限遥控本身也有极大的局限性 所以俄罗斯的战斗机器人师呢 只能用预打部队趁战争 对付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地方叛乱部队 无法大规模应用于正面战场之上 但是中国人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 在无人机技术方面 中国人是走得更远的那一个 首先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抗干扰设备制造能力 其次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强的无人武器制造能力 这两项能力作为无人机器人军团的两个重要前置条件 中国都已经具备了 接下来中国能贬出来 机器人军团那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最近中国和柬埔寨举行了金龙2024双边联合军演 我国公开在演习之中大规模使用了战场机械狗 而且中国不仅用了机械狗还给机械狗玩出了花 在本次演习中 我国带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械狗 一种是轻变性 这种机械狗的主要作用并非是战斗 而是收集情报 它可以通过自身较小的体型 轻松进入人类无法进入的地方 配合自身装备的多个先进感知系统 对敌人阵地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侦察 然后第二种就是力量型机械狗 这种机械狗是真正的战场中间 其体重达到了惊人的100斤 上面还装有950自动步枪 可以对敌人造成有效打击 这种机械狗难以被子弹消灭 所以可以拿来当作破阵先锋 这两种机器人可以有效替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 轻变性可以让人类军队具备更强大的侦察能力 力量型可以承担伤亡最大的破门前锋等各种任务 简直就是战场好帮手啊 然而就在这时美国政府不愿意了 他们战术表示 中国开发这种军营机械狗不符合传统的人道主义 且缺乏道德 中国应立刻停止研发这些冷血的杀人机器 且不能让机械狗上战场 好 我们就算你美国人说的有道理 但问题是既然你们觉得中国开发的机械狗 是无情的冷血战斗机器 那你们天天为军用AI又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段时间美国公开展示了军用AI战斗机X62A 这款战斗机全程无需人的操作 所有动作由AI自主完成 就问你这玩意儿算不算一种无人战斗机器人 根据美国空军披露的消息 截至2023年 X62A已经和人类飞行员驾驶的F16战机多次进行空战 迄今为止已完成20多次飞行任务 AI程序学习速度很快 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战胜人类 如果美国真的反对开发战斗机器人 那么他们也应该把自己的AI无人战斗机项目给停下来 之所以美国人会说中国开发的战斗机械狗不道德 主要还是因为这玩意儿是美国无法正常的 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大规模批量装备战斗机械狗 并将其用于战场之上 而美国人的战斗机械狗项目却陷入了卡顿 部分实验性部队只能通过进口中国的民用机械狗 进行机械化改装之后再用于演习场之上 所以在美国人眼里 只要中国有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不道德 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典型的二级管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只有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 两个状态不存在中间值 所以美国人为了维护国内稳定 想尽办法抹黑中国的无人机械狗项目 只不过有些事情不是他们抹黑就能过去的 美国人就是造不出来中国这么厉害的机械狗啊